在南韩首尔江南区日前金船随机发送含毒品饮料的新刑犯罪手法 据南韩警方表示 嫌犯才两人一组在地铁站附近假借适合饮料的活动 向未成年的学生发送贴有知名药厂标签的饮品 声称有助于提升记忆和专注力 但其目的是为了在事后向学生家长以 你小孩吸毒我要举报为由来要挟勒索 警方之后接获家长通报 表示小孩身体出现头晕的异状 经检测后也对冰毒呈现阳性 目前警方已掌握受害者包括六名学生及一名家长 根据现场监视器的画面 警方已陆续找出四名共犯 他们共准备上百瓶的问题饮料 其中十多瓶已派发给学生 三十多瓶遭警方扣押 剩余的嫌犯工程 在被逮捕前都已销毁 尽管嫌犯警表示 他们认为这是一份简单好赚的兼职工作 但警方已扩大追踪调查 已确认是否还有犯罪藏劲人在背后操控 由于有受害者家长表示 他们接到的威胁电话 口音像是含义华人 故也不排除是结合毒品 和跨国网络新型犯罪的可能性 庄社综合报道 的生意 哇 感谢观看